二男调戏餐馆千金 警官竟然帮着打 中国贵州的最佳餐馆 日前被人打杂 而闹事的 竟然是当地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 这位警官和朋友阿龙 在柜台结账时 阿龙竟然色咪咪的 把嘴嘟到老板女儿阿雪的脸上 离我远一点 两人口角时 警官的老婆竟然抓起阿雪的头发 拖到店外压在地上痛殴 没想到警官也出手跟着打 家人冲出去救阿雪 结果一伙人都被带回警局里路 啊 又来了 一帮人赶回店里 十几个人正在又打又砸 结果老板的头被砍了两刀 女婿的手还缝了七针 两个人都在医院躺了一个多礼拜 而当时警察竟然只劝所自私分子 没逮捕人 而闹事的警官就在其中 更夸张的是 隔天又有人到店里闹事 吓到客人 而这个人也在闹事分子当中 还有警局听到当天警察的老婆离开后 把电话烙人 目前这名警官已经被停职调查 而另外三个人也被拘留 当新闻黑警到处都有 报道